每个月的问题 尤其是近年来交通问题突出 成为城市发展的晚级 随之带来的霸气 环境 造音问题 无时无刻都在提醒着我们 期待做出改变 我们比亚迪人 正在为之努力 将我们的梦想和报复努力实现 成功研发出一系列创新型的小通工具 比亚迪跨坐式远轨 通过单根轨道来支撑 稳定和导向 远轨由比亚迪组建 以新多人的研发团队 历时五年 累计投入50亿元 成功打造完成 比亚迪远轨 属于中小运力的轨道小通 综合优势非常突出 爬火能力强 转弯半进响 具有极强的地形适应能力 采用橡胶轮胎 及空气弹簧 因此车体震动效 噪音低 可从城市建筑群中穿过 桥梁通透 独立路权 景观信号 能很好适应城市 生态环境 编组灵活 单向运能为 1到3人每小时 最高时速可达 每小时80公里 造价景为地铁的 五分之一 建设周期 景为地铁的 三分之一 比亚迪远轨 应用前进广阔 可广担用于 中小城市的骨干线 和大众城市的加密线 长武区游软许多线路 为人们的生活出行 提供更多便利 因为采用了图像 寻求人类的 现代科技生活 也不带给乘客 更熟悉的城市 它在海雅里 有此 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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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